在不同的年段 不同的期程 我们的活动重点主题不太一样 高一进来 他要先了解这个环境 这个学校的文化 他要慢慢的去让自己知道说 我现在是一个高中生 我有很多的选择 我要学习做选择 我要学习做承担 所以他在这个环境当中 他去感受去体会 他要融入这个大家庭当中 然后慢慢的看到自己的样态 到了高二 我们开始要让他 做了选择之后要学习做承担 所以有很多活动 我们会放手让高二的同学来规划 比如说主办了一些 相扣合的活动 然后愿意参与 也鼓励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他去看到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这个不同包含立场 认知 学习风格 相处的行为 还有人际关系 这些东西的面向 到了高三 我们希望孩子是更成熟的 去面对未来 所以每一个时间点 我们在设计活动的时候 这是背后的那个轴心 所以他呈现出来的活动 就有不同的样态 到了高二 我们就会有很多以社团为名义 因为社团是高二同学们 一个很强的一个舞台 他们需要在上面去展现 所以我们会告诉同学说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希望同学们 在这个目标当中 我们一起来努力 举刚刚讲的那个服务学习的例子 我们在起初社长大会的时候 会跟同学们沟通说 我们学校的愿景 我们学校的目标 鼓励大家来朝这个努力 你需要资源 我找经费 你需要人 我来想办法 那我们一起来完成 对于高中生来说 如果是由上而下 这种叫做power over 他们应该是很反弹的 我一直希望 我自己的学务工作是power risk 跟你们同行 这样子的过程 慢慢的孩子就会越来越懂得 自己负责 自己承担 当然到了高三 他就要慢慢的去盘整 我这三年的经历 重新再为自己调整脚步 所以高三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在对于整个 相应一层的一个回顾跟感恩 我们再次看 我们再次看 我们再次看